如果说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是一个意外,那么在目前地球上有着那么多生命存在,显然是经过了千百万年来的孕育,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,就让研究人员一直在宇宙中去寻找高级文明,试图去找到能够打开地外文明的秘密。 不过综合那么多年的研究,科学家一直没有找到高级文明的存在,那么对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,就是有着不同的猜测,按照地球上的生命起源,可以追溯到46亿年前,当时地球上在经过了时空爆炸的情况下,就让地球开始在宇宙中诞生,而在这过程中,让地球上出现生命的基本条件跟水资源一切相关。 而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资源,在远古时期,是因为来自各个不同的星球上,当时这些星球经过内部的环境变先,将大量的水资源全部敲散在地球上,通过这几月来的汇聚,这就让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,目前有着70%的水含量,养了那么多生命。 所以科学家就有类似的推测,要是这样生命的起源,跟地球上的水资源一样,都是来自地外区域,那么地球上的生命,根本不是在本星球上诞生。 科学家有着这样的推测,一方面是因为结合了水资源的来龙去脉,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距离地球400光年区域,检测到了有生命成分。 按照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来说,跟生命成分有关的物质,显然占据了很多不同的有机物,通过内部的踏链结构堆叠出功能不同的氨基酸,让生命活动得以完全进行。 存在这些区域中很有可能会让生命出现,不过对于现阶段的探测结果显示,在地外区域确实有很多星球,有着能够让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。 但是在这过程中,关于地外生命的出现,还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。 所以在目前来说,去寻找地外生命的存在,主要通过探测,以此有地外生命存在的痕迹,比如说在不同的星球上有着氨基酸或者小分子态的存在,能够让我们研究人员去在这区域上有着不同方向的探测,综合目前的研究结果。 只能够在地外不同区域,发现到生命存在的可疑绩效,要想在这过程中去揭开地外生命的比例,显然对于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,还是有着很大的挑战难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